同样是领口的交通消息 要带你来看到是在胡子路的这一段 因为道路路宽不足 造成车辆难以交汇 就连小行车也只能够单向通行 出入实在是相当的不方便 因此当地里长也拜托了市议员蔡淑君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堪 领口胡子路这一段 由于道路路宽不足 造成车辆难以交汇 就连小行车也只能单向通行 出入相当不便 里长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协助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堪改善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 领口去湖北里的胡子路 那因为这个这条路 它本身的路宽不大 两边一边有侧沟 一边现在就是私人的土地 那我们现在就把一边的侧沟加盖 那私人土地这边 我们请里长 在取得同意书后 然后施作测沟 然后再加盖 会堪上交通局同意在单边 已有施作水沟的地方 加装水沟盖 另一侧为私人土地 则先由里长向地主取得同意书后 施作水沟并加盖 那我们请领口气功所来施作 那整体工程预计在107年3月底完成 让整个路的宽度都能加大 让行车会能够更顺畅 整体工程预计明年3月底前完工 届时两侧水沟加盖之后 可以增加道路宽度 小行车就能汇车 有效改善当地的交通问题 记者在领口采访报道